你是公道婆 大氣一點 對不對 真正愛黨 愛國 愛台灣 那麼大氣一點 你又是長輩 朱立倫玩你好多倍 可是副司令現在答應 要給這個位置的 其實是朱立倫 所以你們不會覺得 這位主席很奇怪嗎 他說王金平是現在 也是未來的國會龍頭 代表說他其實 已經告訴王金平說 我就是要讓你 當國會龍頭 我當然覺得我們主席 做這些事情不夠俐落 不夠爽快 這是我在這裡公開說 主席你有任何決定 跟中央委員們決定之後 要俐落爽快 因為這是不是藍綠的問題 這是整個台灣民眾 在期待一個快刀斬亂馬 趕快搞清楚 一個和諧的國民黨 跟一個團結的民進黨 大家好好來選總統 來辯論兩岸政策 辯論台灣人民未來的前途 不要在裡面黨裡面自己 鬥來鬥去 這樣子實在不是一個好現象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你說希望王金平愛黨愛國 所以這個不要做這個不分區 我請問一下 我們也說不要做不分區 對啊 那你說你希望大量一點愛黨愛國 難道你覺得王院長不愛黨不愛國嗎 其實我覺得對於王院長 他們要不要 他要不要繼續做你們的不分區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但是他之所以在民間聲望這麼高 可能是跟他在國會裡頭 就是像你講的一直在尊重少數嘛 所以被你們貼上說 他這個也沒有過 他那也沒過 可是你們有沒有反過來說 他過的東西 還有每年的總預算 是不是都按照時間過了 你以為重大法案協商 跟每年總預算準時過 是很簡單的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你們是不是英雄的 馬王鬥爭下面的這種所謂的陰影 跟這個印象裡頭 對於國會存在一種偏見 你要知道國會要有多效率 國會絕對不是像你們軍隊這樣 今天說明天過 他還是要一定的協商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今天對於王院長 個人的東西 我們不想講 但是未來對於國會運作的東西 我希望政黨要尊重國會的自主性 不要國會這個政黨 然後隨便拿出一個什麼改革方案 然後就叫這個國會自己簽 我告訴你這樣子 即使王院長繼續做 也 或是別人做也一樣 不會過的 國會本身是有各個民意機構選出來 各 就是選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組成的 他們有自己的民意代表 不是說單一的 尤其像 對不起 尤其像一個政黨裡面 還有一個人 一個政人 居然完全主導了黨部 然後聲音特大 我不曉得你們是不是有意見 但是每個人有要阻擋誰的時候 就拿你們出來擋誰 你們有覺得很委屈嗎 你們真的有在擋那個人 或是沒有擋那個人 反而你們都變成別人鬥陣的藉口嗎 第一個我要澄清一下 我們這個黨部這麼多年 黃福星黨部 一點聲音都沒有 這次只是發出一個很微弱的聲音 表達一件事情的意見而已 可是微弱聽在我們耳朵裡面 是蠻大聲的 那沒關係 天打雷屁一樣 我講的是事實 就是因為我們沉默太久了 我們都不講話 因為是軍人嘛 或者退伍軍人 不宜說話 那麼大家都把你當作認同這些 我們認為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次好不容易說了一句話 就變成天下之大不惠 這個不得了了 又是軍人干政笑話 軍人干政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你擁有軍隊指揮權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干政 我們都是退伍的軍人 就是31號我們過的榮民節 我們無權無事 指揮不了任何人 我們只是發出一點聲音 不小心被媒體爆出來了 就不得了了 哎呀好嚴重啊 我們這些黃復興如何如何 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只是表達我們的看法 就像剛才幾位委員議員們 你們表達看法 我不認同 但是我尊重 這就是民主 是 這就是民主 我回答一下 因為這個在座 雖然事件也成立在立法院 但是現在只有我是國會議員 國會真的不是像 你講的說 馬英九下一個指令 我國會就要通過 那當然當然不是這樣 這些重大政策 是所以沒有過 一定有他的原因嘛 一個社會力量 各方面意見很多 大家在在拉鋸的地方 隨隨便便過反了很大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你們的張慶忠委員 不是半分鐘要通過福茂嗎 結果才引起太陽花學運 這代表社會上有很大的力量 在反對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這個不是說 今天我們這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國會 我不是表達民意 吳將軍 我是跟你講 我現在回過頭來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認為就是少數富龍多數 這一個句話這麼簡單 顛簸不破的真理 錯 還有第二句 多數尊重少數 那我現在問你 那如果這樣多數尊重少數 所以沒有過是合理的 不 那就少數霸凌多數 那我現在回過頭 什麼叫霸凌呢 我回過頭來講 國民黨在下一屆立法院 眼看會變成少數 照你這樣的講法 國民黨的國會議員提出來的意見 無論他在社會上代表什麼樣的意見 多大的聲浪 將來在立法院 他們都不要杯葛 他們都尊重少數富龍多數嗎 不行的 我們是民意代表 我們背後有民意 要求我們要做各式各樣民意的表達 不要把國會想成是你們 這個口令一個動作 這樣的地方 不是絕對不是的 好 我們來看見這個獨家的消息 在蘋果日報的披露 是退注不止三千萬問號 國民黨內部說 其實是一億兩千萬分四期 我們特別要請教的 就是資深媒體人陳敏鳳 他在我們的現場 不止三千萬 正確金額應該是一億兩千萬 分成四筆支付 三千萬只是頭期 這個部分好像跟葉匡時講的 是互相是有呼應的 那麼這是由朱鴻之間的一個關鍵 三人小組會議討論之後 才出來的結果 但是問題在決定換住之後 國民黨為什麼還要給 紅陣營這筆錢呢 這個一億兩千萬 倒是要拿來蘇亞藤 還是要給他做競選經費呢 如果已經決定換住了 幹嘛頭期要付呢 好 這就很奇怪了 紅伴明明提出要借款的要求 那為什麼就又拒收了這三千萬之後 還向外放話說 哦 不行 不行 絕對不行收呢 我們再繼續帶您往下看 在這裡強調的是 居然朱鯉倫回頭找祝祝姐為他來站台啊 朱鯉倫說他會請紅秀祝來幫忙 扶選呢 而紅秀祝真的從這個星期開始 進行了全台扶選 這時候就有人講了 因為國民黨可能可以上看 五十席要鞏固的是深藍的選票 所以在這個時候乾脆切割王金平 因為王金平反正對於選票來講 幫助並不大 回頭要找的是紅秀祝啊 好 敏鳳 一一二怎麼來的 會被告哦 對啊 我好害怕 其實我禮拜一的時候 也稍微在這裡提過 我也提過那個會議整個過程的內容是怎樣嘛 就是葉匡時跟一個 跟紅辦的某個幕僚 就是張老師 張老師也在場嘛 張亞中 對 然後整個還有公關 還有競選團隊都在嘛 對於十月五號 就在十月五號開這個會 那其實我說這是工作經費 因為你紅辦 紅辦說 意思說沒有經費 可是卡在說不跟黨部拿一謀錢的情況之下 但是仍然需要黨部支印一些經費 後來經過幾個月協商之後 決定用四百萬票去算嘛 一票三十 三十塊 那因為馬英九上次拿了二點四億 那你總不能把紅秀祝算太低 所以大概就是除以二 就是一點二億這個數字嘛 那三千萬分四筆 那當時紅辦就有開會討論說 到底這筆錢還要不要繼續拿 然後當然葉匡 像葉匡時這樣的人 他會說 租書籍要不要自動退選 那結果自動退選這個案子 馬上被張老師說不用討論了 沒有這回事 我們會選到底的 那討論到第三個案子 說那黨中央的經費 到底要不要繼續拿 那張亞中也說不用 不用討論了 反正我們會繼續選下去嘛 那現在就是很奇怪 就是說你已經經過兩個月協商 好 那你那你到了九月十八號的時候 你已經決定要把注入姐給換掉了 你為什麼到十月九十月五號付給他 九月三十號還在開支票 繼續叫葉匡時拿給紅秀祝 第一筆錢 這是大家完全想不通的嘛 然後你紅辦 你紅辦跟這個明明就是張小宗在會裡頭說好繼續拿 所以葉匡時才會去跟黨中央繼續勤款嘛 那你整個到了勤款就下來之後 你珠珠姐要不要 當然中間有個過程說 因為那個換柱已經如火如荼了 所以珠珠姐就不爽了 不爽之後他就不要這筆錢 但是我請問為什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珠珠姐為什麼不老實講 為什麼在特徵組裡頭 要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今天覺得這齣戲 你黨中央其實也沒有講清楚 雖然你整個脖子被這個所謂珠珠姐掐住 可是我請問你 你有沒有內簽了公文 你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還沒有告訴大家 所以拿不出來嘛 所以你只會放話 說在這個什麼特徵組應訊的時候 珠珠姐講說抬頭是空白的 我相信那個你們珠宏 自己有沒有另外的交易 我不知道 就這筆工作經費來講 抬頭可能不會是空白的 可能性很低 但是珠珠姐會說 我可能看都沒有看 那你是不是解釋成為空白 所以才叫 叫珠珠人再回去一次 所以我整個我覺得整個換住經費 充滿 換住的過程 其實是充滿了很詭異 我主要是要黨中央給我們解釋一點 為什麼你已經決定換住了 當珠珠姐給你申請工作經費的時候 你還要繼續撥 這一點是很奇怪了 不管說住紅辦到底有沒有繼續要 其實你作為一個黨中央 你已經把這個候選要換掉了 你竟然還會給他繼續的這個經費 繼續撥下去 就像那天嘉慶也講 連多十天辦公室 他也不給啊 那你為什麼還繼續給他經費 這個東西我沒有講到說 這是搓原子湯 只是這整個過程你會不會覺得讓人家非常的覺得覺得很虎異的地方 那你黨中央到現在話都沒有解釋清楚 然後一切就推給珠珠姐說 是珠珠姐在後面搞怪 可是珠珠姐可不可以搞怪 完全端視於黨中央 自己有沒有魄力出來澄清這件事情 可是朱立委員每次碰到這件事情說 你去問發言人 你去問誰 你去問誰 你就完全不承認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弄到換住黑幕重重 到底誰要負責任 還不是你朱立委員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是不是又是做一半了 我們也要換住了 我後面的經費繼續給 就是換一半嘛 所以朱立委員又又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特徵主要期待說 給我們一個真相 我覺得很難 但是你朱立委員至少要給我們真相 我來這樣講 聯合晚報 他會用二版的頭條來登洪秀樹說 這個支票是沒有抬頭的 是用標題 這表示說這家媒體一定掌握了相當的真實的狀況 否則標題不會這麼下 那這裡面最敏感的就是說 很清楚嘛 九月二十五號就已經決定換住 換住民調也出來了 那再怎麼退一萬步講 九月三十號開支票的時候 他已經確定換住了 那支票給人家是十月五號 十月五號的時候 然後我是洪秀樹一看沒抬頭 然後他心知肚明 這個時候他的候選人身份被挑戰中 他知道一定被換掉 換掉的時候 支票沒抬頭是什麼意思 我們一般的意思就是 我萬一收下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陷阱 我一旦收下來的 我洪秀樹就會配合換住 非常清楚的事情 可是洪秀樹選擇退 當晚把他退掉 我肯定地講 我敢說洪秀樹當時一定有把他影印或拍照 也就是說他一定有存體 這也就是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不敢把支票亮相給社會 這樣展示出來主要的原因 這個對國民黨有利 為什麼不秀呢 上面如果有寫 你參選人 這個總統候選人 這個洪秀樹 這個政治獻金專戶 不就沒有事了嗎 不是嘛 所以這個是一個狀況 對 所以這個就叫做獻情 不管他是給三千萬給一一二 都是陷阱 這款我認為是正常的 如果說今天我說 我不要國民黨的補助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那個 最後的那個選票的那個補助 一票三十塊錢的 雖然國民黨零走了 但是也等於是給候選人嘛 以前馬英九選總統選總統的時代 不是也是這樣嗎 還是會撥給他嘛 那預先借是ok 可是如果沒有抬頭 今天又在我換你的時候 就把支票交給你 這是搓圓紙湯的陷阱 等於是讓洪秀柱要去陷入啊 所謂的這個搓圓紙湯 違反選辦法的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處境裡面 所以他當晚退第二天還開記者會啊 各位也知道啊 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講得非常清楚啊 今天不管用搭檔還是用資源 來勸退我 我都未曾有絲毫動搖 所以這裡面啊蛛絲馬跡非常清楚 所以我覺得今天朱立倫主席在這兒 為了一個正義的問題 我覺得他有必要對社會非常清楚的 在我們投票以前要交代這個事情 估出來這個票 他說要給你錢 也不是分三千萬錢 是更小的數目 要分成很多次給 拍板的那個人笑著 對紅獎說 我不要一次給你再給你賣一段話 好 那這種小鞋誰穿 你會知道 總之我們後來也沒穿到 那是多少 五百吧 就是用幾百萬錢 幾百萬錢